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7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一起來聊聊吃素這件事吧! 你平常是個吃素的人嗎? 不論你是不是素食主義者 你可能多少都有去過素食餐廳用過餐 而且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標榜素食的餐廳 很多都會出素肉這種看起來概念上相互衝突的料理 素肉這類的素食製品真的非常多元 基本上原料來自於黃豆、香菇、麵筋和蒟蒻 做出來的料理則是五花八門 例如就有用黃豆做出來的素肉塊 也有用香菇做出的素羊肉跟素肉感等等 那你可能會很好奇 既然都要吃素了 為什麼還要特地做假肉來吃呢? 這不像很奇怪嗎? 我在網路上可以看到一個蠻好笑的比喻 它說,將香菇偽裝成素羊肉來吃 就好像是一個修行的人表面上手設計的餅竹肉欲 但平常卻抱著充氣娃娃一樣 嗯...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那仔細想想,如果吃素的理由是為了秉除對肉的貪欲 那麼素肉的確可能違背了這個精神 不過有些人是認為 素肉可以幫助那些想要吃素 但還沒有完全適應之前 可以透過素肉來滿足自己的口腹之餘 而且素肉也可以增加素食料理的多樣性 讓更多人喜歡上吃素 如果是從這個面向來看的話 素肉的誕生好像也沒有那麼奇怪了 那從剛剛對素肉的討論 我們可以發現吃素這件事情 涉及到為什麼要吃素這個問題 而根據我們的研究 不同的素食主義 可能就有來自於不同的吃素理由 所以在這一集 我們就要帶大家認識不同的素食主義 以及為什麼很多人會選擇吃素 不過在這之前 可以先跟大家小聊一下 世界各地的吃素人口 根據調查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人吃素 而且似乎越來越流行 澳洲雖然在2014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肉食主義者國家 但部分的澳洲人也開始為了健康或減肥而吃素 有調查就指出 2012年到2016年之間 澳洲的素食人口就成長1.5% 達到了將近210萬人的人口 印度則是世界上最多素食人口的國家 一直以來都有不少人吃素 印度人不只把吃素當作一件好事 而且還認為是高雅尊貴的飲食習慣 有人說這是因為過去階級較高 較富裕的人不需要大量的體力勞動 所以能夠吃素 而那些幹體力活的人 才需要攝取大量的肉類來補充那一體 台灣的素食人口其實也不少 根據這兩年的調查 吃素的人大概佔了總人口的10% 也就是每10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吃素 總人數已經突破了250萬人 那回到正題 你在生活中可能很常聽到幾種素食的定義 例如泉素、淡奶素、鍋邊素、海鮮素等等 但這些到底是指什麼呢? 今天就帶大家來認識一下吧! 如果先從最基本的定義來看 素食主義是指不吃飛禽、走肉、魚沙等動物的身體 只吃穀糧跟蔬果 換句話說就是不吃動物 但實際上人們會因為不同的理念而吃素 所以大家吃素的標準 可能因此變得更嚴格或是變得更寬鬆 一般而言 最嚴格的素食主義叫做全素或是純素 這一派的人會吃各種的植物 但絕對不碰昏食 所以不吃所有的肉類和海鮮 而且包含奶、蛋類 這種動物所生產的食物也不吃 基本上吃全素的人 可能會主張動物具有生命權 反對人們把動物當作滿足私欲的工具 而東方國家中吃全素的人 可能是因為佛教的信仰 因為佛教認為 雖然動物跟植物都是有生命 但動物是有心事反應的 宰殺牠們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牠們掙扎的痛苦 這就容易阻礙我們培養慈悲的心 但植物只會做出相對的物理反應 相較之下 比較不會阻礙慈悲之心的修養 所以我們應該要盡量吃全素才對 而且基於佛教信仰吃全素的人 其實也有不吃的植物 例如被稱為五星的大蒜、韭菜 以及蔥、蟹、心渠 這三類的蔥類 這是因為佛教認為 五星會產生濃烈的氣味 熟食的話會增長盈慾 那生食的話則會產生一些惡意的情緒 一樣有愛個人的修行 再來是大家很常聽到的蛋奶素 這一派的人一樣可能因為不忍心 殺害動物而不吃動物 只是植物 但牠們的標準相對寬鬆一些 可以接受奶類跟蛋類的食材 因為取用奶跟蛋並不需要殺生、減血 而且牠們也是無意識的東西 另外大家還會很常聽到的 鍋邊素跟方便素 鍋邊素是指一樣不吃肉 但牠們接受素食料理 可以混合到動物類的食材 只要牠們不去吃肉就可以 而且牠們也接受使用和寬食共煮過的鍋具跟碗筷 例如當桌上有一盤竹筍炒肉絲的時候 牠們可接受只挑出竹筍來吃 那方便素的說法就比較模糊 雖然有人把它等同於鍋邊素 但也有人認為方便素是生活中盡量吃素 但如果遇到條件不允許的時候 則可以接受暫時的吃肉 而這些人可能是基於健康的因素吃方便素 因為只要能達到少吃肉這個目的即可 並不一定要完全拒絕肉類 另外是海鮮素、魚素跟白肉素食主義 這一類被歸類到半素食主義 也就是說選擇性的只吃某種的肉類 例如只吃植物跟海鮮類的素食物叫做海鮮素 只吃植物跟魚的叫做魚素 那只吃雞肉、魚肉 但不吃牛、羊、豬這類哺乳類動物的 叫做白肉素食主義 有不少半素食主義的人是基於健康而吃素 因為牛、羊、豬這類的紅肉 比起雞跟魚這類的白肉對身體的負擔是比較大的 例如就有研究指出 紅肉含有較高的飽和性脂肪酸 會增加血液中膽固醇的濃度 所以吃太多紅肉會提高心臟病的風險 好的,以上就是各種常見的素食主義 而且從這些分類可以看出 大家吃素的理由真的都不太一樣 那為了不造成動物的痛苦、捍衛動物生命權 想要培養慈悲心的人 可能選擇吃全素或是蛋白素 那為了健康但沒有時間好好處理飲食的人 可能就會吃過邊素或是方便素 而為了降低生命風險的人 也有可能吃海鮮素或是魚素 或者只是白肉但不吃紅肉 總而言之,吃素真的是一門學問 而且要怎麼吃得健康 甚至我們在道德上應不應該吃素 其實都是很值得討論的議題 之後我們也可能再針對這些延伸議題做討論喔 那最後就讓我們來問問大家 你自己有吃素嗎? 你是基於什麼理由吃素的呢? 又或者你有沒有觀察到身邊的人 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在吃素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最後,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留言並分享出去給更多人知道 此外也別忘記點擊下方的紅色按鈕 按下小鈴鐺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在每週七天 每天七點用七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聊聊各式各樣有趣的生活議題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比! 字幕志愿者 全憑